一眾歌手藝人來到電視城錄影流行經典50年 前節目主持人黎小田這一日離世 錄影廠也都微慢著一股沉重的氣氛 和小田哥合作主持這個節目兩年的陳敏芝 穿上一身黑色素服 悼念對方 訪問期間更加忍不住落淚 今早小田哥的離開 我都很難過 太多回憶了 好像我們一起化妝 她坐我旁邊的 一向都是 我們一起吃飯 一起聊天 她和嘉義媽媽兩個好像寶貝一樣 經常跟我們上當年 是很開心 很開心 我可以參與他們這個節目 因為小田哥真是一個很有才華的音樂人 我記得是今年的九月 她當時也有點不舒服 她就離開了我們的節目 我很記得有一天 她原來一直在看50年 看著我們 她就留言給我 Message 我就說我進步了很多 我很開心 很開心 我當時已經立刻哭了出來 因為她不容易讚人 她能夠讚我進步了 我很大的鼓勵 所以我會將這個短訊一路流傳 除了是流傳在電話裡面 是流傳在我心裡面 另一個角度 她現在是一個沒有病痛的地方 希望她可以很開心 可能在天上可以繼續看馬仔 至於人生歷練豐富的修哥 就看得很開 其實都不是很惡然的 知道她的病 漸漸病得很深 希望她不要那麼快走 她既然是走了 我們大家都很沉重 所有好朋友都很不捨得她 因為她這個人非常好人緣 男女老友都可以聊得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歡她 就算了 好朋友 哦 剛才我走